下雨了,我忘了戴,現在濕了 你又沒事啊? 你的口罩濕了,不如你換一個吧 謝謝 是啊,現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口罩,看到我都眼花 那不如我們做一個關於口罩防水的實驗吧 那怎樣才能測試口罩的防水度啊? 我想到一個好辦法,跟我來吧 那我們就測試口罩的防水程度吧 這裡有四個不同牌子的口罩 還有一個涼杯,裡面裝滿了200ml的水 還有一個電子綁 那怎樣才能測試呢?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測試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看看這些口罩的原本重量吧 第一個牌子的口罩的原本重量是3.8克 第二個牌子的口罩原本重量是2.5克 第三隻牌子的原重量都是2.5克 第四款口罩的初次重量是3.1克 那我們現在就拿一個口罩出來 把這個口罩放入涼杯裡面 開始計時 正時1分鐘 4,3,2,1,0,計時原本 厚多1分鐘之後,我們可以拿出來了 然後再一起ー10 height 之後拿去涼杯,放入 ribbon上 这个口罩的重量是9克 我们测试完第一个口罩之后 接着就测试第二个口罩了 你来测试吧 好 那我们就将这个口罩放入凉杯里面 计时一分钟 4 3 2 1 0 计时完毕 我们可以将这个口罩拿出来 然后放几下 可以放在这个磅上 这个口罩的重量是7.5克 那现在就到我做了 首先将一个口罩放入水里面 慢着 我们要加一些水才会影响这个顺便的公平性了 好 现在加一些水就可以开始做了 麻烦了 我们将这个口罩放入水里面 4 3 2 1 0 计时完毕 这个口罩最终的重量是5.8克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口罩 我们就测试完毕 开始计时 2 2 1 计时完毕 那现在我们过了一分钟之后 就可以拿这个口罩出来啦 那分完十下之后 就可以将口罩放上来了 这个口罩最终的重量是7.3克 那现在所有口罩都测试完毕了 我们就看看结论啦 经过了这四次测试 我们已经知道哪个牌子的口罩比较防水了 第一个牌子的重量 它减了原本的重量是5.2ml 第二个牌子 它减了原本的重量是5.0ml 第三款牌子的口罩 它吸的水是3.3ml 第四个牌子 它吸了4.2ml 所以这个牌子的口罩是最好的 因为重量最轻 也代表它吸的水最少 它是最好防水的 经过了这次测试 我终于知道哪个牌子的口罩防水了 我的方法成功了 是否很有用呢 真是好聪明 肯定是想尝试童的时候有听书啦 实验中是好有趣啊 不如我们下次再做多些探究啊 现在都要回家了 我们下次再做实验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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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